而在农历的新年 有许多的民众会到庙里点展光明灯 来为来年开运迎符 洁安乡公所也顺势推出了路灯任养活动 25号上午 盛能工以及多位的营造业者 也透过了行动来表达对洁安乡的支持 捐出了将近11万元任养129盏的路灯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回馈在地也照亮安全乡亲回家的路 25日上午 捷安乡盛能工主任委员出昆臣 既多位营造业者 其聚捷安乡公所 捐出近11万元任养捷安乡129盏路灯 乡长游竹甄表扬感谢来自盛能工 等单位的善心益助 期盼透过推广路灯任养活动 能减轻工库支出 也以另类平安公民灯方式 用爱照亮捷安大街小巷 我们盛能工这次 总共捐了将近11万左右的现金 来任养129盏的路灯 希望借着盛能工的抛砖引益 能够带动极安乡的所有乡民 以及花蓮市的乡民 来能够照亮我们花蓮县的极安乡 使我们的道路更安全 更有富有极安乡的人情味 让外地来的游客 以及乡民 能够随时随地 享受这个明亮的路灯 来照亮乡民 以免有些小小的动作 苍结 入灯任养推广活动截至为止 已有超过300盏被任养 有企业、公庙等三星人士参与 许多民众也会在年初 自发性前来工所办理入灯任养 今年度已有42人参与任养继55盏 因为元月开始也是我们路灯任养的这个时刻 再次谢谢圣能公以外 还有我们的慈云公以及多位的公庙 还有我们慈善的非常多的这些 我们的乡亲来做任养 再一次代表将乡亲来跟大家致意 我们的路灯每盏800元 每年的这个元月份开始接受任养 一直到我们的年底 我们希望用大家的力量来照顾我们的乡亲 希望我们的善心可以让平安在吉安一整年 点亮一盏平安灯照亮吉安幸福路 任养费用每盏一年为800元 可自由选择任养路段以及一至五年的期限 公所也将制作爱心方明牌仪表感谢 开立任养收据 提供任养者依法列举扣除所得税 有意任养进行致电建设课 038-523-126分机130查询 接着掌帮验子安商报导